Holy F**k 有一些比較困難拆的 有一些比較難拆的產品 有一些像手機比較困難拆卸的產品 有一些像是手機比較難拆卸的產品 我們就可以去網路上稍微查一下如何拆卸 那都會有一些相關的教學 因為你... 那如果像是有一些像 那有一些產品像是手機這種比較難拆的 你可以去上網稍微查一下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教學 如果像是一些像 那像是手機這種比較困難 像是手機這種困難 像是手機這種比較困難拆卸的產品 你可以上網稍微搜尋一下 就看一下到底有沒有人分享 大部分的產品都有人分享 就是如何把它拆開來 那你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話 你就可以硬把它拆開來 因為反正電池都壞了 你拆了 能修好就是賺了 那你拆了 沒修好 那就再買一支 其實也沒有關係 那你拆下來 其實有一些小小的使用痕跡 就是拆開來的一些縫縫痕跡 這也還好啦 那像是有一些 那像手機這種比較困難拆的一些產品 你可以上網稍微查一下 有沒有人分享說 到底如何去把它拆開來 有一些要加熱 有一些要可能用什麼吸盤之類的 反正有各種工具 可以把這些產品打開來 那你如果真的找不到這些教學呢 你可以自己就使用暴力把它拆開來 反正因為電池已經故障了 你能換 那修壞了 那就沒關係 再買一支 那有修好 電池換上去的 可以用 那就是賺到 你可以持續延續幾年的壽命 然後省個好幾萬塊 然後省了好多好多錢 然後又可以省好多好多錢 哎呦 哎呦 到一個前面 你會把電池決掉 就能靠到車了